关心是在今天上午发生重大的连环车祸 在台61线西滨的快速道路云林加益交界段 上午发生了是21车连环状的意外 造成有两死八伤 死者家属回到事发现场痛哭失声 我们来原还原整起事故发生的经过 同时行动机器也拍下惊险这一瞬间 驾驶开在内侧车道 前方一片雾蒙蒙 突然前方一辆轿车停在路上 驾驶赶紧切到外线车道 才发现旁边停了一辆载满瓦斯桶的货车 车子前方还躺着一名男子 男子人都还没爬起 后方一辆白色轿车又追撞过来 瓦斯桶被撞飞男子被压在车底 后方驾驶赶紧上前帮忙 轿车的安全气囊爆开 大人小孩惊恐逃下车 妈妈抱着孩子赶紧就往路监测 7辆大货车14辆吊车 21车连环状事故 发生在西宾北上255公里处 严重车祸造成两死八伤 妈妈 家属赶到现场 焦急着走过四山的零件 看到70岁灵性死者满地血迹哭到贪软 而刘姓一家三寇从屏东北上要到云林拜拜 没想到却碰上死结 死者家属坐在医院情绪悲痛 一场车祸21车连环追撞 8人受伤夺走两条宝贵性命 记者陈广瑞 王百英 云林采访报导 好 您看到呢 这起车祸有20辆车撞成 21辆车撞成了一团两死八伤 当中我们带你来看到这辆的白色轿车 一家三口是从屏东到北上 他们要到云林来拜拜 没想到要去拜拜求平安 居然就遇上了车祸意外 是有儿子来开车 但是当时因为有农武 所以前方的视线不佳 来不及反应发生了追撞 前方其实已经有六七辆车了 这负责党下车来看 没想到这个时候后方 这辆三十五顿的货车 也煞不及直接撞上来 导致妈妈还在车上被碾压 无法逃生 不幸身亡 大车小车击成一团 直的横的卡在车道上 不少车的车尾都被撞烂 其中一辆轿车严重变形像是废铁 车子被撞烂打劫 幸运没受伤的驾驶惊魂未定 被挤在辆车中间打电话救援 但还有两个人受困在车上 消防到场出动破坏器材 将伤者救出 有一人当场死亡 叫车驾驶座血迹斑斑 快速道路上零件四散机油漏满地 一台载着瓦斯钢瓶的货车也遭夭 瓦斯平掉落甚至掉到了对象车道 我来的时候就是前面那台 他们两台已经撞车祸了 21车连环追撞发生在西滨北上路段 云林嘉义交界处 驾驶说疑似是当时有浓雾 视线不良才造成意外 起屋都看不到 那雾蛮大的就对了 OK OK 能监督很低啊 严重事故造成两死八伤 由于现场混乱交通有中断 也增加了救援困难 目前警方先将北上路段暂时封闭 目前还在处理 至于追撞原因 是浓雾还是空雾造成事件不良 还要调查 解中部综合报导 接下来 ね